以手作为创作的题材 投射出自我内在的想象 从学院美术教育 用手取景的动作经验 架上绘画的装表习惯进行发想 布满手势的框 缺席的绘画 手型灯框等展出作品 手的符号与画框 象征政治与文化的操作 借此思考关于图像与艺术的本质 当代文化社会泛艺术化的现象 手是意念和语言的载体 手创造了文明 并幻化出万千可能 在侯中营笔下 双手如同围观大千 有时掌心摊斩菊水 指尖旋转若花 有时虎口圈起 让观众的视线穿越 望见远处深幽洞天 细腻温润的笔触 构成戏剧化的场景 在侯中营的细细描绘下 掌心指纹因为透光 形成饱满有层次的肉粉色 仿佛巨人之手 紧紧抓住观众的眼神 展览提手旁 以手的符号进行重复运用 探索各种复杂的 艺术生产现象 在绘画和画框 艺术和工艺 艺术和生活之间 以画框 引预被限定的理性审美 框化表达画家感性经验的 微弱抵抗 他认为不经修饰 毕竟苍伤的手 可以呈现一个人 最真实的样貌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找名 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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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